娛樂圈,你都圈,我不是圈,才讀誰 經過主公頻道,娛樂沒有圈,多圈過誰 告訴你,他又有錯 最近歌手摘對開演唱會 陳奕迅因為語言問題,人發質疑 一起來看看演唱會上高程商對話的正確打開方式 香港演員劉沛苑作客蛇蛇的喊茶 分享演藝經歷,自爆你想的 不好意思 是贏了的 我贏了的 黃俊英老師助陣主角頻道四十多年戲 色彩提前曝光 每一年出馬來賣過很多東西 本週四晚十點,香港出現名牌開幕牌 特約播出,娛樂有圈,大地霸雲,娛樂圈 最近歌手摘對開演唱會 不過風評出現兩極化 資具戲劇性的莫過於陳奕迅和楊千華 這對曾經的金銅玉女分別上熱手 一起看看明星在演唱會上高程商的對話正確打開方式 不不常失 陳奕迅澳門站演唱會引起較多爭議 首先在選歌上,國語歌佔比過重 導致大灣區歌迷失望 第二個爭議出現在演唱會上高 被歌迷要求講國語,Eason即刻對回頭 雖然場面一度有尷尬尷尬 不過第二天演唱會上邊的Eason吸取教訓 國粵英倫樓上陣確保每位粉絲都聽得懂 其實Eason大可以參考前輩張學友的做法 同樣是被要求講國語,學友就顯得圓滑很多 聽不懂嗎? 聽不懂,說普通話 沒關係,我會講國語的 我國語講的也不錯 我想我給大家看看國外的東西 是我們負責電音館的孫茂林老師 同樣切換自餘的還有另一位前輩黎明 我以前小過一次的,一面再追 作為一個普通的製品上,很誇張 例如說廣中華人的失望 說話被打斷的確有被冒犯的感覺 藝人配合是禮貌,拒絕配合是道理 無論拒絕還是配合高程商處理方式 才是令大家都開心的正解 真心滿真心的雙向奔赴 另外一邊楊千華的重慶演唱會 亦都出現驚人一幕 當唱到稀嚇的時候,居然向起全場大合唱 驚喜、激動、震驚的千華一路漲一路流眼淚 亦都因為這次大合唱,穿如天后一戰成名 粵語雖則不標準,但足夠令人感動 同樣令人感動的,還有五月天演唱會上的點歌環節 你還給各位爸爸,是有什麼原因嗎? 爸爸已經走出了時間 只要我還記得他永遠會活著 救命啊! 今天想要給你一首什麼歌寫給你爸爸 約翰蘭農 啊! 那年中間 自燦 展開了你自由 有你的安全感 衝破在你的愛心中 太真 直接 你會笑還是會老頭 還有蔡依林,每次演唱會 燈光舞美服裝造型都精益求精 更加從來未出現過滑水的現象 每次演唱會都會錄下當地美食Vlog 而所選的店鋪多數是弱勢群體經營,異議非凡 就從今天起暗時 像一個陷阱 卻總 同樣來自寶島的林佑嘉 每去一個地方都會用其中一首歌 用當地謊言說我愛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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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我愛你 天晴,我是林佑嘉 我愛你 我愛你們 以上幾位藝人和粉絲之間心照不宣的小約定 不但指令演唱會觀賞性直線上升 亦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或者這種全場產生情感共振的一刻 全情投入釋放壓力回歸自我的一刻 就是這場演唱會不枉此行的意義 喜歡看TVB的朋友對她一定不陌生 她是火爆的瑜伽 是活潑可愛的啤啤 是又漂亮又型的女警長 她就是今天作客姐姐下午茶的阿門劉沛月 飛來到姐姐下午茶劉沛月片 阿門 你好 看到女神有點緊張 真的嗎 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 其實我拍幕後玩家的時候 我當Emma的時候 很勇於接受這個挑戰 當時摺不會有心理抗拒嗎 抗拒嗎 我沒有 你也沒得抗拒 是因為黃宗澤嗎 不是 你因為網學玩家 我剛好問過黃宗澤這個問題 黃宗澤說 當然摺吧 挺爽的 所有最壞的事我都可以做 在戲裡面 是原話就是說這個 我真的很喜歡她夠誠實 我只是覺得 我要跟黃宗澤做夥伴 我已經很緊張了 因為一開始 人們說她很兇 我首先想搞清楚 她是真的兇還是劉的 她是劉的 劉的 因為幕後玩家之後 我跟Bosco的關係 到現在還是很好 其實她不是當我妹妹 她是當我女兒 不是她的女兒 女兒的女兒 因為她會很照顧 有時候有一些親熱的戲 你會很尷尬 很想聽你拍 我也很想聽你 我們第一場 已經是在車上 要嘴 一開始 我也不知道怎樣做 有時候搞笑到她會說 這麼不自然 怎樣怎樣 我是兒子 我也不追求你 我就突然醒了 對 但是當時 那個劇一出門的時候 反響 沒有接受不到 又很不錯 對我來說 其實對我來說 很驚喜 這就是傳說中的觀眾緣 對 搭檔過最合拍的CP是 人緣好 另一個拍就是CP多了 對 這麼多CP 你自己 你可以叫你這個CP 我嗎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CP就像吃東西一樣 是這樣的 有時候不一定要看到 她那個 外貌有多漂亮 她有多高大威猛 每個人都會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 Click Point 我們不准轉移焦點 CP這件事 是要你自己 真的可以演出 我們真的很相愛的感覺 對 我在美麗戰場 我跟Bob 真的很有Feel 真的 真的 但是其實 你看著她的雙眼 你真的會覺得 她很可靠 很穩重 很安全 這個人 你會覺得 你很想抱著她 你切爆她多一點 不好意思 所以竟然這一輪獲勝的是Bob 是的 不好意思 Bob是贏了 我贏了 這個詞 很厲害 陳展彈 馬鳴 黃宗澤 再見 拜拜 拜拜 男拍檔之中 誰最接近你的理想影 江湖流傳一句說話 螢幕CP做得好 緋聞一定很離譜 你覺得你這麼多的緋聞 男友是誰最離譜呢 最離譜當然是黃宗澤 為什麼 這個很離譜 因為我覺得 是friend就是friend 你不是friend 就不是friend 為什麼我要因為 我怕全緋聞 而跟她畫一個清界小 我不會 但為什麼她是最離譜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覺得兩個都挺配合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我哥哥 哥哥 她不能成為我的緋聞 所以這個是我最抗拒 江湖有另一句傳聞 是 螢幕CP做得好 是 可能真的有她一棵草 你自己的心頭學這麼多CP 你覺得誰其實最接近你 雜誘的條件 林子善 為甚麼 三個答我 阿Bob Bosco 到林子善 都很令我驚訝 因為當時 在陰形戰鬥裡面 我們真的每一天都一起拍攝 他有很多時候 我睡著的時候 他又會幫我拿隔壁的衣服 幫我披著 好爸爸之外 還是一個很好的partner 好朋友 他還不是我以後的 集合條件 其實有這方面的打算 我25歲已經想結婚 但是如果到現在34歲了 我的心態不同了 那就變了隨遇而按 沒有的話 我都會很享受我的人生 所以不會太急著 為了一件事去做一件事 是啊 接下來有甚麼代播劇 因為剛剛拍完這個奪命提示 其實奪命提示裡面 大家應該不會再看到我 即是比較 即是比較 不會再看到我 即是不會再看到我比較 活潑或者 得意那一面 那這個角色 就會是一個很認真 很聰明 還有一個 做事很嚴厲的一個Madam 還有 今次就和山蔥是partner 都會有 大家很喜愛的林子善 希望有更加多的驚喜給大家 逆天奇岸二都來了 是啊 我就會用一個全新的角色出來 那一批 哈哈哈哈 我喝全批啊 大哥 今次就會看看 觀眾喜不喜歡這對視頻 再組這一批 雖然換了角色 可以這樣說 現在都市傳說 我的角色是游禮的孖山細妹 究竟是否這麼簡單呢 大家就 拭目以待了 哇 多謝阿Mon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劇組取詞 也都期待接下來的新劇開播 帶給我們更多不同的角色 不經不覺 珠江頻道已經陪伴了大家40年了 為了回憶這40年裡面發生過的點點滴滴 珠江頻道特別策劃了歡聚40週年節目 邀請了不同的老友記分享過往的趣事 而講到老友記就絕對不少黃俊英老師了 黃老師和珠江頻道一起合作了這麼久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之間的故事 珠江頻道是好像我們省 唯一一個落地全球的粵語頻道 沒錯 海外都看得到 是的 真的很欣賞珠江頻道一直以來堅持粵語播出 所以在推廣粵語、傳承粵語方面 立下開馬功路 黃老師一直在傳承粵語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只要是去發揚粵語文化的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黃老師的身影 這個我覺得是義不用辭 作為一個粵語文化傳承人 有什麼責任、有什麼義務去做這些節目 最敬佩的就是 珠江頻道對這方面的工作是很認真 比如春晚我有捱過很多東西 春晚大家都要捱的 很多次在通宵那邊拍的 我有一年可以說 我們是我們的後輩 是後輩 要讓她來拍一邊拍一邊 我們幾個老人家在這裡場中聽用 只是為了工作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了 等她拍完之後可以趕到別處拍 也是工作需要 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工 台上的黃老師 灰鞋幽默 台下的黃老師將粵語傳承 視為己任 同珠江頻道攜手合作多年 不計酬勞亦不怕辛苦 只為粵語文化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秉承著這種責任 相信珠江頻道一定會有更多過40年 一前2023國際潛水小姐大賽 中國區總決賽在順德場錄舉行 來自全國多個城市的24位佳麗 經過層層的選拔齊聚總決賽 最終來自廣州的選手范林甲 最終摘得桂冠 大賽主辦方就表示 希望借助國際潛水小姐大賽的舉辦 為更多熱愛潛水運動的人搭建平台 進一步推進中國潛水行業的發展 潛水小姐大賽 我們一直秉承以美知名保護海洋 到今年已經是第10年 我們希望可以通過線上與線下的活動 帶領著更多的潛水的發展 而本次優勝的選手 就即將前往馬來西亞參與 本年度的全球總決賽 進入本次中國區總決賽的選手 將面臨著 武裝秀、潛水秀以及 才藝秀等等的環節來進行比拼的 現場的嘉賓評委 根據綜合評分 評比出來中國區的關押季軍 向全世界展示東方女性的魅力 以美知名保護海洋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 可以加入到海洋的生態保護之中 一起守護水下世界的神秘和美麗 就開始了 本節目由香港唱完美牌 海馬牌重點 突然播出